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,A是這個,B是這個,C是這個 它要你比較ABC,它的那個大小 看起來的話,這個好像形式都差不多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帶1的話,這是1分之負1 這帶0的話,這也是1分之負1 這兩個好像是一樣 那怎麼看呢?我就給它變換變數 變換變數的話,我就認了 M-1就是等於K 那這A的話就等於多少呢? A的話就是等於7 當你M從1開始的話,K就從0開始 當你M等於7的話,K就等於6 好,那現在M-1就是K加1 帶K加1 2K加1 -1 是K加1 -2 這個等於2 這個等於2K加2 這個等於2K加1 這個等於2K加1 就是2K加1 K加1 就是K-1 跟這個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這個跟B是一樣的 這個的話看起來也是差不多一樣 這個的話我就把k-3 我令它是等於m好了 這樣的話這個c就會等於多少 m的話 k等於3的話m就等於0 m就等於從0到多少 k等於8的話8-3剛好是5 它就是i等於3 i等於3的話到8 那我就 i-3我令它等於k 我令它等於k的話 那c的話就等於多少 當你i等於3的話 i等於3的話k就等於0 所以k從0開始 當你i等於8的話 8-3是5到5 那這個多少呢 i的話是k加3 就兩倍的k加3 減5 那這是k加3 減4 這個多少 這個是k從0到5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2k加6減5 就是2k加1 k加3減4 就是k減1 這一個的話跟這一樣 不過它比它少一項 它比它少一項的話 k等於6的話 是12加1 6的話6減15 13分之5 也就是最後那一項是正的 它比它多一項 代表它比它大 也就是說 A等於B 要大於4 所以大家應該選多少呢 A等於B大於4 大家應該要選D